Hello 大家好 來到12月14日晚的宏觀經濟節目時間 今晚少不免很多人都會問 超級星期四來到 殺到埋身的話應該怎樣部署 再加上變種病毒 要兩位嘉賓幫我們拆解一下大局 當然不少有黃冠一教授王Sir的 王Sir 你好 大家好 還有Eugenio 三輩 兩位好 Eugenio 今天不用你辛苦 一兼兩職 是啊 他不知道多開心 嘩 真是辛苦 看著幾樣東西 真的 看著幾樣東西你都很開心 每樣東西都幾板子 你應付自如 你知不知道 你做了Apple那份的時候 是六板子的 我告訴你 我真的做了十幾年 我從來不會去按電腦看網友問我什麼 我是天才來的 你即問我即答 只是這次要做的 就離幾板子 沒辦法 沒有人問 去他那裡做些來給我看 原來這麼多問題 是啊 我又不知道誰問我什麼 所以你問我什麼 就算我罵你也好 我也不知道在罵誰 所以你不要 你不要以為我問阿Sir 他罵我 我問完他又罵我 其實沒有針對性 我是不是很白癡的 不是 我是不知道誰 首先 我是不知道你是誰 第一 第二 十幾年來 我絕小 我根本不懂得按電腦 即是不懂得按你的留言區 我沒有看 我不知道誰問什麼問題 總之 Apple馬上問我 馬上回答你 阿余淨馬上問我 馬上回答你 不過 就像昨天我也說過 你有股票問 通常 Apple都知道 我不喜歡回答股票 因為如果我回答股票 就知道我沒有回答 所以我不喜歡回答 但是因為有些請問 我還是要滿足你們的要求 變成我回答 但是你們一定要在 即是開咪前 你的股票問題進來 你不要等我離開的時候 那些問題進來 即是考我試 考我試不要緊 你考不到我的 但你要考到我把火扯上頸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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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誰問我我沒有電腦 我面前什麼都沒有 只是幾張摟子 有 那個人腦就是超級電腦 好的 開始 好 多謝大家的問題 通常我就會整合 分開不同的一些項目 有些交給王Sir 有些交給Eugène 就可以分工合作 所以儘快有問題的話先傳過來 我看到今天大部份朋友都是在問 超級星期四 究竟預料聯儲局的舉動會怎樣 近來市場消息真的多了 又變種病毒 上個星期公佈的通脹數據 都預算是新高 周末期間又有一些超級龍捲風出現 超級超級 真的很超級 三十個風一起來 是的 橫跨六個州 亞馬遜那個工廠二位平地 你說是不是瘋狂 其實侯師傅說了 一字記之約風 明天我跟他做一字記之 都會說的 一字記之約風 我都會派成績表給他 一字記之約風 剛才跟他吃飯 我說師傅你這麼厲害 那些風的聲音 風流 沒有的 你說超級星期四 其實這個星期 我都說 這個星期其實是超級的 為什麼呢 第一 第一 很多在星期四 包括英雷銀行 ECB BOJ 全部都在那裡 以色 第二 聯儲局 凌晨 就公佈他那個 FOMC 會後的聲明 第三 星期五 就是四毛 即是四期結算 你真的看到 整個環境 好像有一點點 頂到來 頂到來 這個星期一 昨天頂不住 今天一開出 今天還未開 但今天 又是頂不住 即是告訴你 真的有些頂不住 所以我在前瞻那裡寫了 我在前瞻那裡寫了 我說 聖誕新年將至 不粉飾廚章 分多些花容 又怎可以 但又看看你有多少來歷 你粉飾廚章 不粉飾廚章 看看你頂不頂得頂 因為那些大戶 現在是大戶吃大戶而已 你頂的 你頂的 我派給你 所以呢 真是很危險 不知道 不知道會跌到去哪 美股 如果是真的 就遲來的調整 我經常都叫網友 我說 總之你高位 你就沽了 你覺得那個高位 你認為那個高位 你就沽了 沽了之後 你放在另一個紙舌下面 你分鐘有 即是 如果你昨天沽了 你今天已經大茶飯了 你今天大茶飯 你只是看個 你只是看個蠟子 你只是看個蠟子 你昨晚和今晚 已經收拾了四百幾五百點 五百點蠟子 五百點 一張 一張收拾一萬二千多元 美金一萬 因為昨天還在做一六四零幾 我們開麥克風的時候 現在只有一五九零幾 真是捉五百點 如果你有 我們很多攝影師都沽了 沽完之後 就問我支持位在哪 在支持位之前吃了 吃完之後 穿在支持位 他再沽回 又賺 這些是厲害的 這些是厲害的 在支持位 你先吃掉 他穿了支持位 你再沽回那裏 差幾點? 差十點、八點 差十多點 你沽回又撿一百點 這些是厲害的 所以你真是只得逢高沽 你不能逢低買 所以超級星期四 很簡單 ECP會加息嗎? 逢得來欣 他根本一早就告訴你 通勢是短暫的 其實是短暫的 又告訴你 他根本沒有資格 也沒有條件去 去退市 因為整個歐洲 你都看到 真的 不止他自己的疫情 欺負他 美國人也欺負他 他們自己心裡有數 說不出口而已 歐洲就不太妥 沒有機會去退市 日本更加 自從1989年 房地產的泡沫爆破 到現在 他真的變成殭屍 殭屍一族 還有英雷銀行 我只說了 你會加息嗎? 你加息 因為Johnson也下台了 沒有了 做了誰呢? 你ECP 不是ECP 那FAT會說什麼呢? FAT會說什麼 市場告訴你 他會說什麼 一定會告訴你 我們會加快步伐 去減少賣債 第二就是 那個就業市場那裡 應該都是挺好的 但是 你無法解釋到 幾個月 只有十多萬 二十多萬 二十多萬 三十萬 是低於平均的一半 你無法解釋到 究竟經濟是好還是不好呢? 我想看看他這次 鮑威爾 連任之後 第一次 FOMC開會 他的會有聲明 是想說什麼 以前是一直在擦大眼說謊 或者是誤判形勢 他這次 不能擦大眼說謊 因為CPI 去到6.8 剛剛出來的 Holesale Price 是去到9.6 這個是錄像 我想聽聽他 星期四的凌晨 他說什麼 如果你還是擦大眼說謊 你只有一個結果 就是市場不會再相信你 一定會擦到你飛起 第二 如果你說我加快步伐 去退市 或者我們會 他不會說加息 因為你退市還未退完 看看有什麼措施 或者是 在就業市場裡面 或者是通脹 你有什麼措施的話 市場都還可以 會頂一頂下來 即是那個 美股 你說真話 我頂一頂下來 但如果你還在 瞎眼說謊 我想市場會 扔到你飛起 真的 所以現在開始的市場 明年 是 明年是什麼呢 明年 是The Year of Trust 即是說明年 是信心的市場 當那些人對你們 那些人沒有信心的時候 你看看市會如何 包括政治上 包括經濟上 包括金融市場 包括各種環節 如果那些 投資者對你沒有信心的時候 我想 整個世界都會很危險 非常之危險 所以明年 明年真的 真的要綁緊安全帶 明年 2022年 我談到2022年 好的 但未到2022年前 這條安全帶 在港股這邊 會不會說 怎樣綁都不夠緊呢 我先問問Eugene 總是沒有外圍的因素 自身 只是說 都已經很難搞 內房 一間 兩間 三間 最容易搞的內房 不看就行了 但它影響了整個市場氣氛 總之 我其實 可能真的沒有什麼人買債 境內債 但只聽到 都會害怕 都更簡單 整個港股都不看就行了 你不能看 你內房 你怎麼看 大家好我是王冠一 每個人都叫我王Sir 現在加入我的Patreon 就可以率先 知道我獨家對市場的分析 Patreon會員 將會享有專屬限定內容 每星期的獨家影片和文章 為你分析環球投資市場 還會以宏觀角度 對股市 外匯 債券 商品資源等市場 作前瞻性的分析 每月直播 我會和侯天同師傅 輕鬆暢談環球經濟 和玄學的知識 還可以用會員優惠價 參加我的Webinar 小小的付出 隨時為你帶來意想不到的回報 立即加入我的Patreon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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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幸福 您 職員